本集中,张秀贤老师将为我们讲解胃经脸部的刮痧功效 终于有皮主肌肉之说,所以脾胃功能差,就会皮松肉细 张老师将教给我们改善脾胃功能,保养脸部皮肤紧致的刮痧方法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给大家介绍另一条从头到脚的经脉 这就是胃经 胃经啊,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条经脉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管我们的营养 营养的来源,对人一天不吃饭都不行 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的话 你就没有劲啊,你什么都干不了 好,所以啊,这个胃经非常的重要 胃经呢,关系到我们人体的能量的来源 人长这么大,很少有人说,我没得过胃病 这样的人太少了 所以胃的功能的好坏,关系到我们全身的生长发育 关系到你的机能各方面是不是能够旺盛 它等于是一个后勤部长 还有一个呢,因为这条经脉从头到脚 所以,如果胃经的气血失调出现了问题 它所引发的病症,也可以是从头到脚 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 这是胃经的起点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来呢,是成气血 从成气血向下 而实际上呢,它是跟这个大肠经相接的这样的一条经脉 这个胃经从这开始下来 从跟它相接的大肠经 相连的穴位,可能好多人都知道 营香穴,是吧 这是它的这个经脉 从这个连茧下来 然后呢,又从这呢,翻过去 从面颊的外侧一直上到头部 这个发际里边的头围穴 另外呢,它的一个脂脉 从这开始下来 走到了颈部 从缺盆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锁骨窝这 从这呢,就开始下行 经过乳头 再下行 夹着肚脐往下走 然后呢,到了小腹部 下肢的外侧 一直到我们的第二个脚趾 这是胃经巡行的线路 可以说在我们的脸上 巡行线路最长的一条经脉 就是胃经 因此,看看这张脸 就知道你的胃好坏了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啊 他的相貌 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 那就告诉你 他的胃不好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 就是说,如何从脸上 看我们脾胃的功能 一个是呢,看我们的相貌 和我们的年龄是不是相符 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脸色 再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嘴唇的颜色 其实还有一个部位 可以看出我们胃的功能 到底好不好 从哪里看呢 我们看到刚才那图了 胃经的起点 是下眼碱的成器 这个位置很重要 我们看脾胃功能的好坏 看人的下眼碱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 如果这个人眼袋过早的出现了 这是脾胃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眼袋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出现眼袋 是脾胃功能下降的表现呢 我们还要分析眼袋的形状 眼袋啊 我这么多年这个研究美容 那我发现人的眼袋的形状啊 有两种 一种啊 是饱满的 鼓鼓的眼袋 你们想一想 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还有一种 那个眼袋呢 是松懈的 充满皱褶的 下垂的 是不是有这么两种啊 这两种实际上 反映了我们的胃的功能的 两种状况 应该说这两种都是脾胃功能下降的表现 但是他们的症状是截然相反的 这个鼓鼓的饱满的眼袋 胃啊 特别能成 食欲特别的好 就我们平常了 吃麻麻香的人 而且是呢 特别爱吃肉 特别爱喝酒的人 食量比较大 食欲旺盛的人 他吃的太好了 吃的太多了 那么这应该是好现象呢 为什么还说他的功能下降了呢 这种人常常是 这个胃 这个大口袋 特别能成 吃进去以后呢 这个脾 这个搬运功不成 他能吃不能运 中医叫胃强脾弱 他吃进来的这些东西啊 代谢不掉 他不能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营养的精微物质 结果最后都变成什么了呢 都变成脂肪了 存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存在你的肚子 让你肚子就大 存在了下眼瞼这儿 你的眼瞼就鼓起来了 这是我们看见的大大的眼袋 有的人觉得这个太影响美观了 都去做手术了 结果做完手术以后呢 小了 拿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脂肪 那个下眼瞼呢 切除的都是脂肪 为什么它会存在这儿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这个地方 这个皮肤比较松弛 而且呢 整个的面颊 就都有骨骼支撑着呢 到了这儿 是一个盆地 你想是不是个盆地啊 眼睛这儿是个低洼地 我们身体里边 没有消化了的 这些个脂肪 没有用的东西 就通过经脉 运送到这儿 把这个位置啊 当成一个小仓库 存起来了 所以它就由少到多 越积越多 这个眼袋 就越来越明显 因此啊 我们就提醒 35岁以上的人 假如你有饱满的 鼓鼓的眼袋 你应该警惕 你的血脂 是不是再增高 如果你有这样的眼袋 你都40岁 50岁了 那一定要警惕 血脂增高 就要开始 注意这方面的保健了 这是一个 那我们的脾啊 和胃 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 胃呢 这个 猪医说 它是一个多气多血之乡 为什么多气多血呢 因为你想 我们吃了那么多的东西 鸡啊 鱼啊 肉啊 蔬菜啊 什么东西 都是装在这个大口袋里头 比如说有些人呢 吃饭的速度特别的快 他也没嚼得特别烂 信呼噜就咽进去了 结果把这个繁重的任务 全交给胃了 这个胃就像一个大锅一样 他要把它进行啊 中医叫腐熟 要腐熟这个水骨 那你吃的食物越杂 越难消化 胃就要付出更多的劳动 所以他要气血非常充盈 他才能把你吃进来的食物 进行初步的消化 当他初步消化以后呢 他就把它送到小肠了 然后小肠呢 再进一步的消化吸收 这就是把这个任务 就下边传到了脾 这就是脾来负责了 那有的人呢 食欲挺好 结果他这个脾 功能是弱的 就形成了 刚才我所说的 胃强脾弱 这种人呢 一定要控制食欲 不要吃了那么多 要少喝酒 少吃那些个肥干啊 油腻啊 来保护你的脾胃 这样呢 从源头上控制 让你的血脂不要太高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 松弛的啊 皱质特别多的 这种眼袋 这种眼袋呢 那就是胃要是 胃是比较弱的 不但胃弱 脾也弱 脾胃的功能都差 既不能吃 又不能运 这样的人有一特点 嗯 就是经常的吃饭不香 还有呢 他要吃饱了 你让他多吃一口 不行 加不下去 吃多了 难受啊 脾胃虚弱 这样的人呢 往往是脸色发黄的 光泽度差的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饱满的鼓鼓的眼袋的人呢 往往都是脸色油光 看起来好像保养的多好 其实那是血脂增高的一个征兆 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信息啊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脸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人 胃的功能的好坏 那还有一个标志 就是有的人呢 经常的乱嘴角 有这样的人吧 这口角老裂口 那有人就说 哎呀上火了 是不是啊 中医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是胃火 胃火剩了 他才长溃疡 那溃疡也是一种炎症啊 发炎啊 这个火呢 往往有的时候是虚火 吃了太多了以后 都消化不了 然后在里边积存着 积存着以后 他就腐败了 腐败他就产热了 这种热 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而是变成了火 上炎 所以这个口角啊 老是不好 口腔溃疡啊 这些都跟我们下面要讲的胃经有关系 假如我们要让我们的胃经的气血畅通了 刚才所说的这些个病症也好 还有我们的面部的容颜也好 都能够得到改善 所以啊 我们把这条经脉学好 技能改善我们的消化技能 又还有利于美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经脉 那这个面部的刮法很重要 它和我们身体啊 其他的部位的刮法是不太一样的 脸上的这些穴位 除了这个下颜碱的成气穴 还有呢 就是下来的口角的这个穴位 还有呢 就是外侧 一直上到合脚的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的经脉 还和一种病症有关系 刚才我讲到了 就是内经的一个分支 它环绕口唇 然后进入我们的上牙银 也就是老百姓俗说的牙床子 上边牙齿的牙床子 所以啊 这个胃经的这些穴位 还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牙疼有关系 假如我们要是出现了牙疼的毛病 那我们可以刮视胃经脸上的这些穴位 什么下官呢 夹车呀 大营呢 这些穴位 对于治疗牙疼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你牙疼的时候呢 这些穴位会有反应的 那下边我们就学一学 这脸上的这些穴位 我们应该怎么刮呢 既可以达到美容的效果 那又可以达到呢 牙疼的时候呢 有治疗的作用 我们下边就浇一浇 面部精确的刮纱 我们俩先来给他判断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体力功能好不好 是不是可以从脸上看出来呢 应该从脸色上来看 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话 脸色会发黄 会呢 没有光泽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眼袋 还有一个就是口唇 我们从这几个部位看 还有一个部位 哪里呢 就是额头 因为那个穴位啊 头尾那个穴位 在我们的额头的两侧 一边一条这个胃经 所以看我们额头的颜色 也可以反映我们脾胃的功能 那我们看看 我们来看看他这几个部位 首先他的脸色是不是黄啊 不黄 光的度怎么样呢 挺好的 是吧 我们看看面袋也没有 是不是啊 我刚才问了一下 你的年龄能公开吗 可以啊 告诉大家你今年高 54吧 54岁了 刚才我们讲了 《黄帝内经》上说 人到35岁就面屎交了 是不是啊 这都54岁了 还荣光焕发了 是不是啊 依然是你看 这么丰满 而且一点没有这种下垂的迹象 这说明什么 我们要没听过这个课 就保养的好 我们听过这个课 就知道什么好 脾胃好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的脾胃 就是他的相貌看起来 比他的十几年龄要年轻 他的肌肉紧致 我们听了这个课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人的脾胃好 他就是没有特别的注重 面部的保养 也没有关系的 他的脾胃也是非常好的 肌肉紧致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看 这很简单 你摸一摸他的手臂 手臂的肌肉也很紧致 因为皮主肌肉 全员所有的肌肉 都跟皮有关系 都是皮所煮的 所以这样一个判断 马上就得出结论 他的脾胃功能是不错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额头这个部位 额头的这个部位 脾胃不好的表现 是什么呢 是发污发暗 在我们的中医书上啊 是这样介绍的 说面若蒙尘 什么意思啊 就说这个脸上啊 好像蒙着一层灰尘 洗也洗不干净 假如一个人的脸 特别是额头这个位置 像蒙着一层灰尘一样 洗也洗不干净 这就告诉你 他的胃的功能不是太好 我们看这几点 他都没有 是不是啊 所以证明他的脾胃功能 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说说 那我们的这个面部刮纱啊 特别是这个脾胃啊 怎么去调 大家要学会 一个是刮 成器四白 这个部位你要会刮 刮这个部位有什么好处呢 像他这样脾胃功能很好 啊 现在也没有眼袋 如果我们要坚持刮的话 可以预防眼袋的出现 老了吗 他脾胃功能自然就要衰减了 眼袋都会出来的 你要经常刮一刮 他就可以预防它 有的人呢 说我现在才三十多岁 但是呢 我的眼袋 已经开始微微的有点出现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刮一刮 那样的话 经常的刮一刮 就可以把那小小的 刚刚积存的那些脂肪力 就给它消失了 你的眼袋就不会再继续大了 眼袋已经形成了很大了 那我们再刮 就有点费劲 那我们刮的时候怎么刮 在这刮痧板上 涂一点点刮痧乳 我们把这个 这样给它涂上 你看这挺多的吧 我们做美容刮痧 不能涂少了 就要涂这么多 但是要注意 别让它进到眼睛里 然后呢 这个刮痧板要平着 始终平贴在皮肤上 不要这样刮 这样刮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真叫刮了 容易把皮肤呢 损伤 还有一个 这样刮会增加不舒适感 会引起疼痛 面部皮肤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在刮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 平贴在皮肤上 这个脸呢 它是一个 红形的 所以我们这刮痧板 要随着形态的变化 你也要这样 你别在这是个这样的 刮到这以后 就立起来了 这就不对了 要随着面部的变化 你的刮痧板 也要改变 要这样做 我们是讲这个 成绩四白 成绩四白的位置在这 所以我们重点呢 刮的是这个位置 感觉到这压力了吗 能接受吗 能 平着刮 而且那速度比较慢 刮痧板的角度 小于十五度 如果你要是有轻微的眼袋 你每天就这样 缓慢的刮 还有一种人 下眼瞼 发青 就我们平常说的 黑眼圈 熊猫眼 这个黑眼圈 熊猫眼呢 可以出现在内眼角上 如果出现在内眼角上 我们前几讲 给大家讲了 那是什么问题呢 那是肾虚 跟膀胱经有关系 假如你的颜色 发暗 发青 出现在下眼瞼上 我们看到这样的人 往往就会说 哎呦 你看你没睡好觉吧 你昨天是不是熬夜了 会这样说的 其实从中医的经络上来看 这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他的胃有关系 往往下眼瞼发青的人 他的胃是寒的 摸一摸 虽然天气这么热 摸一摸他的肚子 这儿是冰凉的 有的人就这样 虽然他能吃 吃也不错 摸一摸 这儿是凉的 这样的人从脸上的表现看 就是什么 就是脖头发污 然后下眼瞼容易出现暗青 容易出现这样的 就是类似我们所说的黑眼圈 凡是有这两种情况的人 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去刮是这个成器和四白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脸上的穴位 口角 这个地窗 这个穴位 更多的我们不是刮 而是揉 还有就是这个图上的大营 夹车 下官 假如你出现了牙疼 这几个部位 我们可以揉 现在咱们教教大家 这几个部位怎么找 你自己来找一下 一个我们找一找呢 夹车 我们把牙关咬紧 当你咬紧牙关的时候 使劲咬着牙 你拿手摸一摸 这个下颌脚这儿 有一个肌肉特别的硬 还鼓起来了 摸一摸自己那个地方 你这牙指越松越紧 你咬一咬 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地儿 越鼓 好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穴位 夹车 那下官在哪里呢 我们把嘴张大 张大嘴以后呢 这儿就有一个坑 然后你再把嘴闭上 这个坑就鼓起来了 一张 那个坑 你一臂 这个坑鼓起来了 这个地方 就是下官 这两个穴位的标志 是很好找的 如果我们牙层 特别是你上边的牙层 上牙肠子 发炎了 整胀了 疼痛 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找到这个地儿了吧 对吧 就这样揉 揉这个地方 还可以怎么办呢 还可以刮 但是这个地方要刮的话 考虑到美容 那我们刮的时候 不要这样刮 往上刮 你要这样刮 往上刮 那这个地方也是 刮的时候呢 要向后刮 提着刮 提升 一边刮呢 一边做提升 这个也是向上刮 还可以对这个部位呢 进行揉 这也是 进行一个暗揉 最后一个穴位 就是我们 下河这个部位 我们图上可以看到 下河这个部位呢 叫成江 成江这个穴位 不是魏京的 但是魏京从这儿过 所以有些人呢 这个嘴这儿啊 周围老是长那些个错窗 要按中医经络的观点来分析呢 跟妇科有关系 跟我们的内分泌有关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跟我们的胃有关系 如果你要是胃火的话 也可以出现在 嘴的周围 嘴角 下河 这些部位 有错窗出现 每天 每个部位 刮十到十五下 就可以了 不要刮的太多 假如你说我有眼袋 或者是我 哪一个部位 我 直角 我想让它的皱纹 出现的晚一点 那我就要揉一揉 这个部位 那你就十到十五下 不要没完没了的去刮 还有一个就一定要涂刮沙乳 如果你不涂刮沙乳的话 有的人就把脸皮刮破了 那就会刮出问题来了 这是要注意的 关于这个脸上 胃经的刮沙方法 咱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就是脸上胃经的几个穴位 我们应该怎么刮 这个刮沙乳呢 刮完了以后 你可以呢 拿纸巾给它擦干净 像现在夏天呢 如果特别热的话 那你就用清水啊 或者是用这个洗面奶啊 用香皂啊 都可以把它洗干净 那么要是冬天的话 你是干净的皮肤 你也可以不洗 因为它本身呢 就有滋润皮肤的功效 就可以呢 保护你的皮肤 刚才刮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啊 觉得点灯的穴位啊 特别舒服 有没有感觉到疼 没有没有 有个人觉得刮那么硬的东西 刮脸呢 那得多难受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只要把方法掌握好了 这个面部的刮沙 其实是很舒服的 特舒服 特舒服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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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